精彩 樂活 平凡 樸實 我在一個真善美的地方 我看見許多事 看見許多人 走 跟著一掌一起遊台南 現在已經一點半了 怎麼還這麼高潑滿座啊 讚 謝謝 謝謝 台南人真的很熱情耶 真的 太棒了 而且這滿座的豐富的菜肴 會有一種覺得 真的 我們台南人本來就很熱情 對 尤其台南人對吃 今天帶你們來這邊 今天就是要在米克拉夫 台南不一樣的地方 對不對 人家說台南是美食之都 所以今天議長特別挑選的地方 一定有它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但是整桌的菜 我們說的這個店是大北京嘛 對 等一下 老闆娘 怎麼樣 我就覺得滿奇怪的 這裡不是叫大北京餐廳嗎 對啊 應該照到你身外美京菜才對啊 怎麼會有各式各樣的菜色呢 對 台南小吃特別多 而且北方菜的那個食材有限 要融入我們川菜 客家菜 海鮮一些 想吃什麼食材 師傅都有辦法做給你們去 你們師傅這麼棒啊 對啊 我們師傅很好 表示我們這個 所有棒 大北京所有師傅的用心 也就像我們議長 對我們台南市民的用心一樣 對對對 我先要報告 對 大北京是台南很多餐廳的其中一家 那它為什麼這麼特色 第一個 你客人想吃什麼 他就做什麼 客人計畫 對 第二個 對 他靠近我們市議會 不是我稱讚這一家而已 對 我們台南市 你知道很多女藝園 對 台南市議會特別 就是女藝園跟男藝園都差不多 一半一半 對 那比如說這一道菜 這個臭豆腐 這個是我們 好香哦 所有女藝園的最愛 他們哪怕沒有來這邊吃 多請老闆娘就包 直接到議會去吃 那這個臭豆腐的味道 有別於其他的地方 它的味道特別濃郁 這個人家說臭豆腐 臭豆腐很多種 但是來這邊吃過臭豆腐的人 每個人都會懷孕 以上講兩句話 我在台北吃個臭豆腐 真的隔兩條間的味道真臭 臭豆腐會散開 但是老闆娘 你這道臭豆腐 滿香的 聞起來那個味道是香 是 很濃郁的一個香味很好 難怪那麼多女藝園 她們特別喜歡吃 待會兒你吃到豆腐的時候 她們很綿密 好好吃 對 而且我們還看到那個小籠包 那個小籠包看起來也真的是很不一樣 這手工的對不對 對 手工的小籠包 它裡面的汁 對 特別的多 對 我們大概台灣哪裡小籠包 台北小籠包也很有名 頂太空嘛 頂太空 對 你到台南吃一吃 我想我們這麼的小籠包 不輸給你們台北小籠包 我相信 而且我裡面的餡料 是用溫體的梅花肉 溫體梅花肉什麼意思 溫體了不起 溫體豬的梅花肉 台南 溫體豬這個新鮮的 新鮮的豬 而且是起梅花肉的部分 再包這個 做這個餡料 包這個湯包 在大北京 老闆娘對人非常的豪爽 而且非常的親切 就像老朋友一樣 在這個餐廳 除了各種台南的精美小吃 其餘一堂 讓人家大包口 這個就讓我想到了 我們的台灣寶島 我們各族群的融洽相處 尊重包容 就像一家人一樣 所以我說 老闆娘因為太用心了 都把最好的料 來供供給食客 當初經營的時候 因為她控制成本 不行 所以虧了很多很多錢 但是我們老闆娘太棒了 她堅持不懈 她堅持她的理念 把最好的最新鮮的 硬季的食材 全部供供給所有的食客 所以啊 才一直堅持到 今天的大北京啊 這個就是老闆娘這個 這叫食菜 當季的菜 你們如果想到台南 台南很多的特產 你們想芒果 竹筍 鳳梨 那現在的季節啊 就是竹筍 是這個季節的嗎 所以到這邊 只要台南有什麼 季節性的食品 你到這邊都可以吃得到 而且她煮自然的風味啊 特別的不一樣 你看那個竹筍看起來 精靈剔透 對 很嫩 這就是最中時的東西 對不對 你如果來台南 要吃應食的東西 四季 這個季節 什麼樣的食品 那就關於什麼樣的食品 那你們剛剛講到北方菜 是 這個叫北方菜 這個是 我台灣前省這個地跑啊 這種蔥油餅啊 我最愛吃這邊的蔥油餅 你們等一下一個人 夾一塊蔥菜 看起來有點厚厚泡泡的 對 它的蔥油餅的味道啊 有別於其他地方的味道 但是不吃北方 放浪的甲醬蟲油餅 吃這種感覺 吃這種感覺 我想你們都可以體會 在這邊啊 它的味道啊 讓大家特別來 我就聞到喔 對,你聞到那個蔥香 對 對,好 但是我還有一個 一定要跟這個行業議長 幫我們特別介紹一下 烤鴨 來大北京 就是一定要吃烤鴨 但是... 北京烤鴨嗎 這個比迪就是配它的 對 對,一定有手工做的 手工做的餅乾耶 對 那這個餅一定是Q 很Q 很有麵香 真的 說到我們來介紹 這個台南的海鮮 好,台南的海鮮也是世界有而已 好,讓人家說 看我們的台南是美食之度 我們只看這個蚵仔 這麼大的嗎 這麼大顆的嗎 這是連男人吃的 你知道嗎 這個蚵仔比我的嘴唇還大 這在台北 怎麼看得到這麼大顆的蚵仔呢 真的 真的太棒了 真的 真的 我們既然介紹了這麼多了 請問我們可以開動了嗎 可以 可以的 我們要請請吃吧 對 不錯,真的很好 太棒了 來 好的,謝謝 謝謝怡翔 好 謝謝怡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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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美 鮮嫩 這種感覺 我跟你講 平常我在自己在市場買的蚵仔 我自己也很喜歡煮吃 這真的不需要提過任何的調味 你可以吃到蚵仔 它新鮮的感覺 田田,我跟妳講 這個蚵仔是我們地方的特產 北部、中部、南部的蚵仔 它的味道不一樣 這個是完全道地 我們台南蚵仔的味道 真的 所以不一樣就對了 不一樣 我試試看 真的,我還想要吃一顆 對 好快 好吃吧 真的不一樣 咬下去 真的,你看 我沒有吃過 然後咬下去那個汁 就溢出來了 對 而且感覺到說 你看我的味蕾這樣 摺爐上面 摺爐上面 那個蚵仔 它的香味還黏在上面 有層次的 我感覺到吃進去 不但養年 又拍一包 你們可以試試這個烤鴨 好 北京烤鴨我想每個地方都有 是 最主要這裡叫大北京 是 大北京它的一個特色菜 當然這個離不開這個烤鴨 我想這個烤鴨的學準 可能在這個北部 南部也好 這個我們的水準也算是一般 趕快吃得平平 連鴨長都會說得這麼的好 我相信鴨長都會說得這麼的好 我相信鴨長 謝謝鴨長 謝謝鴨長 要夾這個大蔥對不對 這個加一個 加一個 加一個 來 這個甜麵醬看起來也非常不一樣 來 我幫你去 我幫你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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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鴨肉 是經過特選的 你們都聽過我們台南的東山鴨頭 對喔 它的鴨也都是經過特選的 來做這個北京烤鴨 難怪特別的香 而且它這個皮啊 好Q好Q 你看這個皮 這邊很Q 這聽進去有一個這個 手工啦 剛剛老闆娘說手工 對… 對不對 這一定是手工做的 哇 好Q 而且喔 烤鴨最重要的就是這個皮 很多人不敢吃這個皮是怕油 但是呢 烤鴨的皮喔 脆脆 完全不會覺得油膩耶 你直接吃也覺得很清爽 接下來一定要來介紹一下 聽說這個是女藝人的最愛對不對 對 這個是我們女藝人的最愛啊 你們可以一個人嘗一口 蛤 那不是女藝人也可以吃嗎 他不是藝人 他不是藝人 我不是藝人 但是我是藝人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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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而且它臭豆腐的一個味道 跟別的地方不一樣 所以啊 這個來吃過的民生同仁啊 多特別的口味 他們經常在是因為滿好 他們就找助理來買這個 可以是一個精神 真的啊 哇 他們是臭豆腐啊 這是一種特別的一種 很濃稠的香味 吃這個臭豆腐的時候 最怕就是沒有入味 還有一個滷板的感覺 我不得不說 它比我還香 比我還嫩 這個臭豆腐 有別的地方就是說 它吃了不會上火 所以 我們相關藝人同仁啊 他的最愛就是這個地方 總而言之 今天啊 帶你們來吃的 我們台南有非常有名的小吃 那今天要你們嘗了 就嘗點不一樣了 你們都聽過我們台南的這個 拌子麵啊 蝦捲啊 種種很有名的小吃 對… 那今天是一般餐廳 它的消費 又不貴 不會… 就是一般的價格 大眾性的消費 所以台南真的是 值得我們全家來 對 同學來 情侶來 合家大小 通通都可以來的好地方 太棒… 台南大北京 它是一個好餐廳 大眾包的餐廳 但它的吃啊 我們台南人自己 道地的 大家都愛來吃 對… 所以我在這邊也特別 鼓勵我們全身 我們這裡的好朋友 只要你們來台南 我們有最好的好家的地方 最好低人的消費 我代表台南市一位也好 也代表一個台南市市民也好 歡迎大家隨時到我們台南 來觀光 來吃東西 有需要我出面來協助招待人 大家都不用客氣 我們台南人就是這樣 如果一家大小來 講來親話 弟長 我會覺得你人口又帥 而且他真的很會接受 真的 你說一桌還不到四千塊 這麼大一桌十幾個人 一個人才七百塊 你怎麼吃啊 你怎麼吃啊 就是我們台南觀光 最好的代言人了 好 今天還有福建 謝謝 你好 我是台南的大北京 張秀玉 歡迎在地的朋友 及外縣市到台南的朋友 有空到大北京來用餐 讓我們用最熱誠的心 服務你們感謝你 謝謝 從前台灣人稱美食天堂 但是在一連串的黑心食品出現後 這塊招牌已經遠落 如果所有經營餐廳的業者 都能夠像大北京的老闆娘一樣 秉持著良心做口碑 我相信台灣美食天堂這塊招牌 一定可以再呈現的 這次來到台南 讓我看見了不一樣的台南 而讓我覺得最羨慕的 就是身為台南人 看著這塊土地上 有這麼多人為了台南 默默地在打拼 默默地在守護著 讓我相信 台南一定很快地 就可以再成為台灣的驕傲